咱们接着说凡人修仙传第五百三十四集 韩丽深深地吸了口气 把体内的残余的辟邪神雷全都调动起来 顿时身上是金光咒聚 上百道金湖从各身各处弹射而起 然后呢眨眼间凝聚为了几条碗口粗细的金色的垫胶 是围着韩丽盘旋不定仰头示威 这魔魂露出诧异的神色 还有如此多的辟邪神雷 但随后冷笑一声二话不说呀 两手一抬 两股魔风从手里头狂涌而出 和空气中魔气交织呼应 瞬间呢就化为众多粗细不一的乌黑的触手 满天飞舞起来 虽说辟邪神雷可以克制魔气 但是若是魔气数量过多 自然也是灭不胜灭 韩丽和魔魂都对这个道理明白至极 故而一见这个情形啊 韩丽脸色难看下来 最郁闷的是在这个空间封闭中 原本倚仗保命的血顿术 算是彻底废弃无用了 这魔魂一声立合之下 所有的触手一起扬起 同时呢向韩丽这边飞扑而来 如同一条条乌黑巨蟒 责人而是气势汹汹啊 韩丽的心中一横 缠绕身上的金色电胶 轰鸣一声之后 就准备直营而上 至于那团紫罗天火 在他神石一摧之下呢 化作了一道巨大的火墙 挡在了韩丽的身前 眼看着韩丽拼命 就要和这魔魂交上手的时候 突然呢 整个空间丝毫征兆都没有地颤抖起来 嗡名之声大起 灰蒙蒙的天空 骤然是白光刺目 随之变成了银白之色 韩丽和这魔魂都大吃一惊了 手中的动作顿时都为之一顿 这个时候 天空上的云雾一阵的汹涌过后 化为了大片银白色火焰 是翻滚不停 随后在韩丽注视之下 哄的一声巨响传来 一道奇粗无比的银色光柱 竟从这火焰中凭空射下 正好积在了魔魂所在的位置 荧光所到之处 所有魔器瓦解消容 魔魂更是直接被照在其中 韩丽甚至能清楚地看到 在荧光中 魔魂两颗头颅上露出的恐惧的表情 其身躯瞬间被银白色的火焰包裹在其中 刹那间化为了乌游 光柱是光芒大放 然后爆裂开来 无数朵银色的火花漫天飞舞 将附近的魔器扫荡一空 而魔魂原先站立的地方呢 只留下了几件破损不堪的法器 漂浮在空中 圆环法旗等宝物都在其中 而魔魂一灭呀 空中银色的火焰迅速退去 重新恢复了灰蒙蒙的颜色 只有韩丽 陷入了张目结舌之中 一脸的难以置信 就在韩丽不知所措之时 脑中传来了大眼神君的声音 啊 银色火焰哪 这种厉害的禁止 这好像不是人界的手段 这倒是有点意思了 韩丽终于回过神来 这话什么意思 脸上全是大喜之色 这般大敌竟不用他动手 就被此处的空间禁止灭了 自然让他惊喜异常 这时候他一抬手 把金胡 紫燕和众飞剑 全都收起来了 大眼神君默然了一会儿 叹了口气 啊 此处空间禁止如此的厉害 能将古魔都轻易灭杀 明显不是我们人界法阵 能有的威力 而那银色火焰 丝毫邪气不带 并只冲那古魔而去 自然只有灵界修士 才有这种神通啊 看来当初上古修士 最终击溃了古魔 背后还真有灵界修士 插手的影子呀 前辈的意思是 此处空间的主人 认识灵界修士 应该不错吧 这里应该就是上古时期 赫赫有名的灵渺元遗址了 听说上古时期 有大神通修士 可以借助一些宝物 开辟出灵气 远胜于人界的狭小空间 当作药源使用 专门培植各种灵药 当然数量非常稀少 但后来好像又出了什么变故 所有灵渺元 都突然从记载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以后的修士 再也无法找到 其中任意一座 没想到这坠魔谷中 就有这么一处啊 只不过这灵渺元 似乎出了什么变故 竟然被硬生生地 分裂成了数块的样子 这里应该就是 其中一小部分啊 大眼神君 缓缓地说到 语气中充满了感慨之意 灵渺元 我以前在典籍中 倒是看过相关记载 但一直以为只是一些谣传 没想到真有这种东西存在啊 韩丽口中难难地说到 目光勤不自禁地 再次向四下张望了一下 但是片刻之后 他的目光落在了 那几件魔魂遗留的法器上 心中一动 冲着那些漂浮在空中的东西 一点指 顿时这几件宝物 全化作了几团灵光 飞射入其手里 匆匆地扫了一眼 韩丽就眉头一皱 脸上露出几分惋惜之色来 这几件宝物 先是经历了 魔气污秽 后又被那银色火焰烧炼 宝物灵性已经损坏得 七七八八了 以后就算能炼化使用 也发挥不出来原有的几分威力 算是成了鸡肋之物了 韩丽摇了摇头 把这几件东西随意地收进了锄袋里 然后身上血光一闪 解除了降灵之术 一道血色浮露从体内飞射而出 被一把抓住 细看了下 看来顶多再使用一次了 这降灵符使用的次数还真是不多 韩丽喃喃地嘀咕了一声 把这个降灵符小心收起来 人就直接飘然而下 双足才一接触地面 韩丽袖抖了一抖 一只雪白的小狐狸 从袖中飞射而出 然后白光闪动 一个身材曼妙的妩媚的少妇 显出了身形 正是银月 银月冲着韩丽 连人一礼笑盈盈地说道 我原以为主人会在刚才大战中 将小臂换出来相助的 没想到现在才将银月换出来 你妖狐之体修为太低了 换你出来有何用途 不过你精于顿数 看看此地是否有隐匿的机关禁止 和我一起探寻下此地吧 生命 这银月当即点点头 身形荧光一闪 打原地消失 顿入了地中 韩丽呢 盘膝而坐 闭上了双目 将神石缓缓地放出来 开始检查着空间的每一寸地方 看看能否找到什么隐秘或者出路 韩丽神色开始平静无波 但是过了一会儿似乎没有什么收获 隐隐显得有些焦虑起来 但是再过了片刻之后呢 他眼皮子眨动几下 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古怪 骤然地睁开了双目 他一下站起身来 几步走向空间的一角 在十几株 截着紫色浆果的古怪的灵草面前 带着一丝兴奋之色 停住了脚步 哎 大眼神君吃惊的声音传来 哎哟 这好像是晚梦果呀 一变成了深紫色 最起码有万年以上的药性 才会有这种颜色呀 韩丽强压住心中的激动 保持冷静说道 这座药员残骸 不知道 有多少万年没人来过了 若是药性没有万年以上 我才觉得奇怪呢 韩丽没有毛手毛脚的采摘什么 而是静静地在那观察好半天 才转身离开 直奔另一处角落去 龙蚊草 凤铃花 难难地叫出这些真奇异常 或者外界早已灭绝灵药的名字 这些药性灵性 无一不是万年以上 韩丽异对毛子 愈发地精亮起来 想不到 你还知道这些灵药的名字 有几种我都不清楚药性啊 前辈莫非在取笑晚辈 这里的灵药在下能认出三分之一就不错了 其余的灵草还要前辈多指点一二呢 韩丽抬头望了往其他方向的草药 微微一笑 嗯 老夫虽然对炼丹术略有涉猎 但对此可并未加深什么研究 也只能帮你啊 多认出数种罢了 那边的是 大眼神君也许觉得这是小事一件 没有刁难韩丽什么 轻易地又指认出其他几种灵药的名字和效用 韩丽点了点头 手掌一翻 一块淡青色的玉碱出现在手里 他毫不迟疑地将神石沉浸在其中 待在原地是一动不动 似乎在找寻着什么 大眼神君识趣的没有出声打扰韩丽 一语不发起来 足足过了一顿饭的功夫 韩丽把神石从玉碱中退出 脸上露出了沉吟之色 此玉碱正是洛云宗宋姓女子 当日送给韩丽的那块 里边记载了不少的上古灵药和丹方 他全靠此物才能在药园中辨认出 如此多的灵草灵木 但是刚才韩丽仔细看了一遍 这些上古丹方里头 仅有一种可以马上配其材料 加以炼制的 其中一部分材料是这些 刚刚辨认出来的上古灵草 另一部分则是他在边界赌占 和铜灯古堡赎金中得到的材料 这两者加起来 才勉强凑齐这座叫降云丹的炼丹原料 据丹方上说 这种上古灵丹 即使在蛮荒时机 也是一种难得一见的 精进修为的丹药 对于韩丽啊 这么一个元婴期初期的修士来说 药性甚至是有一些浪费和过于霸道 最佳的服用境界呢 应该是进入元婴中期才更加的合适 元婴初期服用了这个降云丹呢 不但要浪费部分的药性 还要承受经脉膨胀 甚至撕裂的强硬的痛苦 那除了这种降云丹之外啊 还有一种叫做雪破丸的灵丹 也大有希望可以炼成 因为此种丹药的主要材料呢 打这个药园子里啊 这个灵药和原先材料中呢 就凑齐了八九种 那还欠缺的树料呢 虽然珍惜难寻吧 但是在外界也却有着机会能得得到 这雪破丸虽然不是精进修为的丹药 却是一种能让冰寒属性功法修士呢 啊 修炼凡人冰寒之力 更近一层的辅助的灵药 这丹方上对此灵丹效果 只是简单的依据带过 没有详细的说明 不过呢 需用如此多的珍稀原料 才能炼制成的丹药呢 肯定是非同一般才是 至于这药园子中剩余的灵药 无法再凑齐什么上古丹药了 只能收集起来 已被厚用了 韩丽心念转动之间呢 把这些个灵药的用途呢 整理了出来 即使平时在冷静沉着 这个时候 韩丽也不自禁的一阵阵的激动 话说韩丽进入原营初期啊 也有些年头了 虽说一直处于忙碌之中 并没有机会真正的闭关 进行长时间的修炼法力 但何尝不是因为手中没有合适的丹药 来促进修为的增长呢 故而下意识呢 四处活动来寻觅自己的先缘 那现在来看呢 这番辛苦还真没白费 自己的机缘还真就到了 若是这降云丹的药效 真像丹方上说的这么神奇 此地灵药的数量足可以把韩丽的修为 推到初期的顶阶 然后呢 就可以尝试突破瓶颈 进入原营的中期了 更何况 把这些灵药采摘回去 移植 韩丽不是还有那小绿瓶吗 那用那个绿叶进行催熟 之后降云丹的数量 那不就可以源源不断了吗 至于呢 冰破完对韩丽 同样大有用处啊 毕竟炼花的前蓝冰燕和紫罗天火 可都是极寒的神通 正好用这个丹药来促进威力 韩丽心中既定完毕 长长地出了口气 脸上难得地露出欣喜的表情来 如果这一切真像他计划的这样 那么 他这次闯入坠魔谷 总算没白帽齐险 毁坏的各种宝物和傀儡 与此相比 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那唯一让他有些牵肠挂肚的呢 自然是那两口丢失的 掺入了耕精的飞剑 不过呀 这两口青竹风云剑的是他的本命法宝 在主人未曾身亡之际 倒也不怕被谁抢抢了去 大不了出去之后多花费心思 再去把这飞剑找回来就是的 应该不是多困难的事 韩丽并不知道啊 飞剑落入了另一只骨魔手里 那自然这么想 韩丽呢 不再多想单手往储大中一拍啊 十几只大小不一的玉盒 打着口袋里飞射而出 一一悬浮在身前 韩丽当即一躬身子 开始小心地移植足下的灵草 一等此种灵草中的一株 移植进某个玉盒里完毕 他并不着急啊 动其他的灵药 而又带着种玉盒 去相邻的另一片灵药地 啊 不管认识的陌生的灵药 韩丽打算呢 都不放过 先移植好一株再说 等以后出见 把这些灵药相继用来催熟 那当种子 不过等韩丽按此打算 做了一遍之后 脸色却沉了下来 变得非常难看了 因为这些药园子中的上古灵药啊 其中就有三种 无法移植 有这么一株 刚刚移到玉盒里头 呼 无故地自燃起来 化为了乌有 一株呢 则和他先前见过的灵珠果一样 一离开原来的种植之地 立刻变得叶黄枯萎 失去了药性 最后一种灵草更加离谱 才一碰它根部的泥土啊 那灵药就像受到了惊吓般 瞬间溶解消失 化作一滩液体 留在原地了 韩丽心中自然大为的懊恼 那不是说这世间不可移植的灵药并不多吗 可这小药园的一角就出现了三种 最让韩丽郁闷的是其中一种灵草 赫然是炼制那降云丹的主要原料之一 这可是一件糟糕透顶的事情 围着赤红火焰的这些小草啊 转了好几圈 韩丽脸色阴沉似水 忽然间他想起了什么 略微迟疑了一下 手往怀里一阵摸索 摸出了一个非木非金的绿色的小瓶出来 那正是韩丽视若至宝的神秘的小瓶 那此瓶呢 一般情况下都被韩丽用秘术贴身藏好 除非身死 否则绝对不可能被别人发现 抢走 大眼神君有点好奇地问道 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没什么 一件法器罢了 韩丽看似随意地回了一句 然后一只手把这小瓶拖在手里 另一只手平静地把瓶盖给打开了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